新界村屋僭建物申報計劃在今月30日就截止申請 計劃是給村民向屋嶼署申報沒有即時危險的僭建物 若果經過合資格人士試測 僭建物就可以暫緩處理 屋嶼署署長勾在佳星期四表示 截至9月4日當局累積收到超過800份僭建物申報申請 當中500份是在過去一個星期內收到的 他相信當局在4月郵寄申報表給新界村民之後 不少人抱著觀望態度 去到限期臨近才急急申報 大埔區議會副主席文春花認為 現時收到的800多份申請 即是佔全港村屋絕小部分 加上村民對處理簽建物的方法並不熟悉 要求將計劃延長 但勾在佳則說長達6個月的申請期已經足夠 強調有關的政策會如期推行 另外他亦未有回應 唐英年大責涉嫌潛建家搜證和調查進度 ON 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